在天津去葫芦社看乐海兄弟演相声是一种什么体验 Let's go 到达 跟我们来比较早 人还不算太多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大胡同这 一进门是两边演员的照片 中间是他们的全家福 一进门就有这种相声园子的味道了 然后再进来之后就是楼梯了 可以坐电梯也可以走楼梯 上来之后我们往左转 对往左转 一直走走到头 然后再往右转 走到头就到了这个园子了 来的确实是比较早 还有一个小时将近 然后我们排队 撿票了开始 可能是来的确实比较早啊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人 我们是从网上订了票啊 所以进门扫这个门就可以了 进来之后直接就是这个舞台了 然后两边的上边还有后边的上边啊 是有这个二层的 但是价格比较贵啊 我们这虽然比较靠前啊 但是120一张票感觉不是特别好啊 你们来可以不要这两边的啊 小食品的价格大概是挂子十块 锅八十块 花茶三十 水果手上编二十 里面写着了啊 演出的时候不能录像我这是偷偷录的 我以为像我这种常听相声的不会乐的 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啊 然后当天还有一个抽奖 送小食品的活动啊 我们中了 这一桌中了三个人 总体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满意和高兴的啊 推荐给你们 毕竟是又吃又拿又玩啊 比较不错 推荐你们